它这个叶子都觉得很有质感 这个是什么 我刚刚去台子上面试了一下 它真的软到完全撑不起这个手机 快递就像一盒巧克力 打开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Hello Hello 大家 我是Kimel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看我的剪刀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次没错 又是淘宝开箱的主题啦 我觉得淘宝开箱已经成为 我基本上频道里面每一个月都要做的主题了 基本上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个淘宝包裹 非常的开心 那么视频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要点击下方的关注键 点开下方的小铃铛 那下次我有视频更新的话 你就会收到提醒啦 那我们就废话不都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箱子呢 虽然不大 但是特别的沉 所以说我就搬不上去 所以这一次录制视频 就在这个楼下的一个corner座 然后背后都是白桥也挺干净的 正好可以试一下新的录制的那个背景 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一个一个拿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里面都有什么吧 那首先第一个看到的是 马的一个iPad的一个screen protector 一个保护膜 这是给Kata的iPad用的 这个包装还挺好 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就是一个iPad的屏幕的保护膜而已 到了我的衣服啦 这个是买的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 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觉得我西装外套特别的少 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根线头在上面 这个是买的那个 Shankley Inn的一个牌子 我好像记得 之前有买过他们家的一条裙子 面料虽然不大好 但是穿出来拍照还蛮好看的 这西装套上去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navy blue的款式 然后它这边是一个 在下面可以有一个扭扣的 我觉得这件还不错 还蛮好看的 挺好穿的 就一套就可以出门的那一种 然后下面两个看到的是 我很期待的 我买的Maya Active的运动服 我买的一套这个紫色的 上次开过一个蜜桃城的那条运动裤 然后之前发了小红书 也有很多人说很喜欢那一条 但我看暂时是没货了 大家可以等一等 我自己是165的身高 然后110斤 我是穿他们家的M码式 真正好好 你可以有一个那个size上的参考 然后这个是一个 钱拉链式的运动背心 这个蓝是那种很好看的紫罗蓝色 我觉得蛮好看的 他们家运动服质量啊 然后穿上去的舒适度和显瘦度都特别的好 然后价格的话 比Lululemon会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还买了一条同样款式的小妖精裤 上次那个蜜桃城和这个版型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气氛裤 然后这次是买了这个一套的紫罗蓝色 哇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看 非常喜欢 这个我一定要上身一会拍一下给大家看 那下一套就是这次Maya Active买的一套瑜伽服 这个是一套是什么颜色 烟熏籽比较薰衣草籽的一套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小妖精裤系列的一条 跟上次开箱的那个蜜桃城是一个款式的 然后这里也是有两个小口袋 然后这次还配套了一个铜色系的 镜头前看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色差 其实应该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那我觉得它这个运动模上衣还挺舒服的 前面是前拉链式的 它的那个延展性非常的好 然后这一款也有胸垫 所以穿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这一套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很有弹性的那一种 那接下去拿到的一个呢 是我买了一个Palm Angels的一个T恤 我最后纠结了半天到底是买白色还是黑色 最终还是决定买这个黑色的T恤 它长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在一个淘宝上的香港代购那边买的 然后这个小熊T恤呢 就是它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断头T恤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oversize的款式 然后可以玩下半身消失 然后下面穿一个yeezy啊 或者是板鞋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会蛮好看的 然后背后就是它Palm Angels的一个字样 然后它这个摸着面料还挺厚的 还挺宽宽松松的那种版型 我觉得是我喜欢的那种版型 还挺好看的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视频刚开始说的一个 养生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之前看我同事有喝这个 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的一个黑糖姜茶 我上次他给我喝了一包 我觉得特别好喝 是那种甜甜的那种黑糖的味道 然后又有一点点淡淡的姜味 不是很浓 我自己是受不了那个很浓的姜味的 所以说这个淡淡呢 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 这个特别适合大姨妈来的时候 喝比较暖宫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一起凑单买了 应该是买我们买了好像挺多盒的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喝的还挺好喝的 然后又有一个姨妈期间来的时候 可以暖暖身子的一个座 然后下面拿到的一个呢 也像是一个手机壳的样子吧 防手汗 防指纹 防油污 预见就是美好 觉得现在这些 电子的周边产品真的做的都非常的好 天啊这个包装也太好了吧 这是一个硬纸壳的 这怎么怎么怎么打开啊 哦这样子 哎呀 啊是这个 我买了一个紫色的 我最近真的 卡特说我最近老是穿紫色 他现在看到紫色已经要吐了 然后我手机壳又买了一个紫色的 它是一个这样子 哇质感好好啊 它是这种硅胶的 软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哦这个好像有一点 不够支撑 我觉得这个手机壳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颜值非常的高 但唯一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刚刚去台子上面试了一下 它真的软到完全撑不起这个手机 它就是个装饰 没有什么用 光是好看了 颜值还是很高的 OK 那我们继续开下一个产品 下一个呢 我看到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 它写着两包蓝两包粉 我也不是很确定里面 里面是什么 我剪刀呢 我的剪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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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在这里 看一些是什么呢 快递 就像一盒巧克力 打开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有一点越拆越兴奋的感觉 哇哦 好多东西哦 这个是一盒混合物 什么都有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个手机壳 就是这个 这个手机壳 我觉得特别的硬斯分 就还挺好看的 它这样是一个那种比较奶油色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那种做的褶皱的纹理 哇 太好看了吧 today is better than yesterday 是不是特别好看 很硬斯分的感觉 ok下一个买到的是一个做冰块的一个容器 然后我买了一个一盒是三个装的 其实这个还不便宜 有那种一个装的都还挺贵的 然后我稍微买了一个便宜一点的三个装的 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冰块做出来之后是一个这样圆形的一个大冰块 觉得挺适合喝威士忌啊乌龙茶什么的都挺好的 我真的很喜欢在淘宝上面买这些小东西 这个买到的是一个大的蝴蝶结的一个夹子 质量还不错 是一种丝质的大的蝴蝶结的夹子 就这样放在后面 挺好看 因为我最近在留长头发嘛 然后留长了之后这样子夹着会挺好看的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看得到吗 代表月亮消灭你 下一个呢是买到了一个 看好多人推荐的一支眼线笔 是代加币的一个眼线笔 包装还挺好看的 是种 胡蓝色 胡绿色 蓝绿色的这种包装 下次试了好用的话 在好物里面给大家推荐 下一个好霸气啊 这个是看Vicky的视频种草的一个切狼牙土豆的这个叫什么木饼的狼牙刀 还挺酷的吧 我觉得Vicky做的那个狼牙土豆看着好好吃啊 我就一直想要试一下 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因为我不确定到底用哪一个切狼牙土豆 然后这个是还挺锋利的 所以我买了两个切狼牙土豆 然后现在这个箱子里面还有一些觉得比较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被拆分在其他的地方了 所以或者是可能是送一些送的小样吧 那我就先放在一边继续拆其他的东西 然后等找到它可以配对起来的东西 我再一起给大家开 然后下面买到的一件是一件衣服 它上面写的是钥匙黑 打开看一下 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啊 是我买的一件电件T恤 看着还挺宽松的 然后现在有一点皱 我买的是这个牌子的 叫Rara Max 料子摸上去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就是有一点肥 它是那种完全没有腰身的这种肥肥的一个T恤 然后这个垫肩 这个垫子看得见吗 就还挺厚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因为我们这边正好是要春夏了嘛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的黑色好显白哦 nice 好开心啊 下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Maya Active的裤子 这个我记得我买的是一个九分裤 挑战一下白色的 白色真的特别的显胖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白色 我觉得白色非常的干净 然后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这个裤子穿上去会很显胖 这是什么号的 这是也是M号的 上身看一下吧 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是白色呢 所以它做这个面料要比那个小妖精裤要厚很多 它有点像那种棉毛裤的那个材质 这白色真的太显胖了 然后它这个白色因为怕走光 所以做特别的厚 比刚刚上面那个紫色的和我上次买的那个橘色会厚 所以更显胖 这里还有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 哇 白色真的是太显胖了 下一个还是刚刚同一个店了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一件白色的垫肩的T恤 对 没错 就是一模一样的款式 但是是白色的 白色感觉好像面料会摸起来更舒服一点 比刚刚那件黑色的 然后穿上就是这个样子 哇 我觉得他们这个T恤不错诶 设计的还蛮好看的 跟Frankie Shop有一点像 但比Frankie Shop便宜很多 因为我觉得这种T恤嘛 就是穿一季就过了 并不需要买那么贵的 嗯 Nice 好期待哦 我们这箱子感觉已经开了很久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开诶 不知道今天录不录得完 那下一个买到的呢 是在安娜阿姨那边种草的 是一套Morad的一个试黄唇的一个套组 这个在天帽上面有打折 然后我觉得算下来比这边的一些网站 好像要便宜一点 然后我就买了 它一共是4件 这个serum 然后一个peel 还有一个眼部的serum 和一个碗霜 看安娜阿姨的视频也是很花钱 看Emma的视频也很花钱 每一次都被狂种草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套组 嗯 我觉得他们家的评分好像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我买来试一下 我自己是蛮喜欢试新产品的 我觉得比较有新鲜感 而且如果是好用的话 我觉得发现一些新产品也是挺开心的 好 那就我会尽快开始用这个Morad 如果用的好用的话 也会给大家在我接下去的一个视频里面 给大家推荐 我接下去是拿到了一个大盒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 它写着要向上怕失一岁 是 是什么 打开看一下 大家最近看完了以家人之名之后 都在看什么其他的剧吗 我最近有开始看好声音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大家有什么推荐好看的吗 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哦 这个是买的一个热水壶 那个时候还是冬天 因为我们家那个宜家的那个银色的热水壶 已经不保温了 然后我们就在淘宝上面挑了一个牌子 这个好像是一个德国的牌子 还是哪里的牌子 我也不大确定 是这样子一个叫做Freenik的这个牌子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还挺大的红色的 然后因为Kat很喜欢喝茶嘛 所以说有一个保温壶还是挺重要的 这样子就不用一直去烧水了 嗯 NICE 我真的很大 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OK 我去给它放回去 他应该我很喜欢这一个的 然后这个箱子里面还有一些这样子的小东西 我觉得这一家那个快递 虽然收费不是特别的便宜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弄东西非常的仔细 我基本上没有东西有任何的损坏过 我觉得它服务还是挺好的 啊 我知道刚刚另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花瓶 应该适合这个配套的 我买了一个假的郁金箱 养过郁金箱的都应该知道 郁金箱非常的难养 因为它的那个头一直会这样弯下去 然后那个水也会脏脏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假的郁金箱 我觉得它这个质感还挺好的 它是那种像软的硅胶的感觉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花瓶 把它拆开 它真的包的超级的仔细 完全都不会碎 你看这个小瓶子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有一个有一点像那种小药瓶的感觉 然后就可以把花这样插进去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很喜欢这一个 好看的好看的 我非常喜欢 这个是low maintenance的假花 放在那边也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质感 它这个叶子都觉得很有质感 花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看吗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ok 那我们就接下去摘拆这个大包裹里面的东西 我看到这里面有好多我买的一些头饰 哇 好棒 正好接下去要夏天了 太适合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都是我买的一些头饰 这个第一个是一个这样子 有点浅棕色 棕色咖啡色的一个 嗯 这种绸缎面的橡皮筋 其实它的质量我觉得有一点一般 嗯 不是质量不是特别的好 但我觉得扎着还蛮好看的 看放在这个手上 就颜色还蛮好看的 光泽度也挺好的 我们就把发圈说完吧 然后我还有两个那个 嗯 发夹 哇 这个质量好 这个质量好 我记得这个也确实要贵一点 这个是一个淡黄色的底和蓝色小碎花的一个橡皮筋 这个质感会好很多 哇 这个质量非常的好看 看一下 好清新哦 和今天这个裙子就可以搭起来 哇 太喜欢了 太喜欢这个了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紫色的 是同一家店的 我记得也是不便宜 但质感非常的好 是这样子一个紫色和红色的格纹的 非常的好看 哇 好好看哦 今年真的是非常喜欢买发圈 觉得很时尚 下一个呢 是两个发简 哇 好棒啊 是这个非常流行的这种抓发夹 我买的一个是这种有一点小豹纹的款式 还有一个是这种彩色的像琉璃一样的颜色 觉得好好看哦 今年觉得很多博主啊什么的都很喜欢这样子 简单随意的把头发这样子夹 夹一下 就觉得不经意的随意非常的好看 看得到吗 嗯 我不确定你们看不看得到 我已经尽力再把头转过来了 好看吗 我觉得好精神哦 而且夏天的时候也会很凉快吧 哇 好喜欢这个 nice 那现在时间已经4点40了 我现在要去做晚饭 然后还要去接卡特下班 我估计今天这个视频是录不完了 我看找一个周末我就继续把这个 这个给录完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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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